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上绝大多数的投资人 你今天看到今天这种盘 你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最想知道的就是 这波反弹结束了没有 好 这波反弹到底结束了没有 今天在节目上我会跟大家做很详细的分析 这是第一个重点 再来 这个盘已经反弹了超过将近1000点 问题是所以很多短线已经涨过的股票 确实到了昨天或是到了今天 强弱已经开始变得比较明显 区分的比较明显 也就是说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确实在昨天今天有转弱的话 你要懂得要卖股票 我也在这个地方 我说我微微信我不是死多头 我也不是死空头 什么地方该做多就做多 什么地方该卖股票就卖股票 所以今天我也提醒大家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这一两点你开始变得比较弱势的话 我请你在这个地方 各位你要懂得卖股票 好吧 也就是说目前在这个阶段上 什么股票还可以续报 什么股票 想办法把它出一出 恐怕是未来这几天 你在股票的操作上的重要课题 好吧 所以今天微微信我会就大盘 跟这个个股的操作 会在今天在节目中 跟各位做很详细的分析 今天的节目你要仔细的看 好 大家来 我们先从大盘开始吧 各位这个刚才跟各位谈过了 就说这个从7月13号14号 这一波开始反弹以来 到了今天以收盘来算的话 是第一次跌破了这个五日线 所以今天其实盘面上 确实看起来好像这个 短箱的卖压有比较重 但是这个我也提醒大家 就说虽然说今天 确实是这一波以来 第一次跌破了这个五日均线 但是因为这个从到了昨天 因为昨天那个十日均线 也已经穿过了月线 所以今天的十日线 基本上它是一个上 一个往上扬的角度 再往上走 也所以就是说这个到了明天 这个盘中加权指数 一旦有这个压回到十日线 这个附近的话 其实你可以观察一下 基本上目前在短线上 只要这个收盘 十日线没有跌破的话 那么这一波这个目前 这个多头的结构 其实来讲的话就还好 各位听懂懂吗 除非明天以后 这个出现中长黑 把十日线直接灌破掉 如果出现那种走势的话 那确实这一波的这个反弹 大概就会结束了 那你就要特别小心一点 但如果说未来两三天 这个就算短线有震荡 但基本上这个十日线 或者最起码最起码月线 那个没有跌破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盘 在未来这个几天之内的话 它会先走一个区间震荡 会走一个区间震荡 那最终只要这个月线不跌破的话 那我认为了 那其实后面 其实这个台股本身 应该还有一波反弹的机会 各位听懂了没有 我再讲一次 今天有跌破五日线 确实是没有错 所以呢这个明天以后 你就观察 第一个十日均线能不能守得住 能守得住 那代表说在这个地方 其实多头的结构 多头的力道 还算是蛮强的 懂意思吧 那最差最差最差 月线 这一条月线 只要不跌破的话 那基本上 这个这一波反弹就没有结束 那短线经过震荡之后 那台股其实是有机会 重新往上再去做第二段的反弹 各位听懂了吗 说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往后的走势 那如果说真的假在这个地方 这个你自己不知道怎么去看这个盘 到底要涨要跌 或者说到底要不要这个破断结束 没有的话呢 还是一句话 欢迎过来跟上韦国亲 好吧 这样你做股票 做得让你自己做也做得轻轻松松了 好这是第一个重点 那各位另外 其实像这个从昨天到今天 这两天 这个昨天算是这个短线的 短线的这个挟幅震荡 那今天算是这个压回 那你看 其实从昨天到今天 这两天的这个整理 成交量又很明显的缩下去 各位这个其实这个 当时在7月14号13号14号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在跟大家预告说 这个地方要开始出现这个反弹 但是我也特别提醒你 我说这波谈上去 成交量不会放大 有没有 当然我跟你讲的很清楚 我说这波谈上去 会谈但是呢 成交量不会放大 你不用去想说什么 看到什么2500 3000亿不可能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早早就跟各位在谈说 这个成交量不会放大呢 就是因为 其实像今天的报纸啊 也终于哦 这个消息就出来了 各位这个 这个中央银行啊 有公布这个6月份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金融这个消息了 那尤其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证券划播 这个存款余额 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散 我们就是当所谓的散户的信心指标的 这一件事情就是说 就是这个 就是散户投资人了 在银行里面 到底存了多少钱 进去准备买股票了 这个意思 那到了6月份呢 已经呢 这个连续4个月的下降 那而且呢 这个也算也是这个 去年2021年4月以来啊 近一年半的新低哦 所以各位这个地方你看得出来 就是说不单这个 从今年2月份啊 这个看到高点以后呢 其实这个散户的这个融资于 就是这个 政权花波余额呢 已经开始慢慢在 在在减少 那甚至也是过去这一年半以来的新低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看得出来 既然这个资金已经这个 从股市有抽离的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这是为什么啊 这个果然没有错 对不对 你看这一波反弹以来 最大的成交量 几乎都没有到过2500亿嘛 那而且重点是 只要这个短线稍微 稍微这个 那个一整理的话 要马上说下去啊 这边整理两天 要马上说下去 所以这个地方确实成交量 也没有放出来 所以各位记不记得 当时在这个7月13 14号 我在跟你讲说 这个盘会反弹的时候 我也特别强调 我说所以这一波呢 你在操作上一定 一定是要以中小型的股票为主 懂对不对 所以这波以来 其实这个弹股能够比较大的股票 基本上也不外乎就是这些股票了 这样子 好 那这个这是一个情况 那目前这个趋势看起来是没有改变 目前就是说这个 证券划过这个存款余额呢 基本上还会继续去往下降 甚至除了这个投资人的这个存款余额往下降之外的话呢 甚至连6月份的这个M1B 各位其实M1B本身也就是我们那个法人拿来看 到底这个地方这个股市的这个动能 到底是真还是减 看M1B是最准的一个 那其实你看6月份的M1B也是一样 这个它的年增率啊 也是创两年以来的新低 从就是等于是疫情有没有 两年前疫情6月份呢 以来的的新低 也就是说 不论是M1B创两年的新低 那投资人的这个证券划过余额呢 也创一年半以来的新低 所以这两件事情呢 等于都在告诉我们说 那这个地方 成交量确实 没办法持续放大 所以各位啊 这就是我所谈的 这个地方充其量 充其量 它只是一个反弹 绝对不是一个回升波 各位记不记得 这个从今年4月份以来 微微信我 我几乎就是领先全市场上 再告诉大家 我说那时候不是跌破年限吗 我就说糟糕了 空头市场来了 对不对 那当然了 这个空头市场就像多头市场一样 你涨了一大段 一定回头修正一下 那空头市场 你跌了一大段 你一定反弹一次嘛 那所以这个 从7月13日14日反弹 这个地方开始要反弹了 我也虽然告诉你说 会反弹 但是各位 但是话也讲清楚了 它就是一个反弹 所以目前在这个地方 或者是在下一段 因为目前我刚刚讲过了 在月线没有跌破之前的话 你也不用急着说 哎呀老师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 反弹结束要继续要大跌 我再讲一次 在月线没有跌破之前 你先不用担心 除非是说这个地方呢 有中长黑 把十日线 把月线 重新跌破掉的话 那当然这一波反弹 就完全结束 那你更要特别小心 那一定下去呢 又开始给你杀另外一段 那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好吧 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呢 这个整个的这个 在短线上 为什么这两天成交量 放不出来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 好吧 这是个重点 那各位那除了这个 刚公布的这个 所谓的资金面的 这个情况之外的话呢 其实我想今天 大概各位也看到一个 这个消息了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 过去这两年以来啊 这个就是因为这个 晶圆代工 行情非常的好嘛 那所以这个 像中国大陆呢 他们这个 很多的这个 所谓的新的晶圆厂 也开始在盖啊 那甚至像美国 为了这个很多 这个所谓的战略的考虑 这个他们自己 要设这个晶圆厂 所以搞来搞去呢 你看像这个 到差不多2024年左右啊 就是那个中国大陆 要新建 31座新的晶圆厂 那台湾呢 这个要新建12座 所以就说这些东西啊 都是让 都是让这个 未来一段时间 就是这个 晶圆厂的 尤其在成熟 成熟制成的这一块呢 这个 这个 供给量 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就等于说 对于像这个 像台湾的 像联电啊 像世界先进的 像利基电这些 属于比较成熟制成的 这些代工晶圆厂 来讲的话呢 算是 当然是 算是一个利空消息了 所以像今天有没有 今天像联电呢 像利基啊 像世界先进 其实这两天的跌幅 也都蛮重的 跌幅都蛮重的 所以呢 如果你的手上啊 还有这一些这个 属于成熟制成的 这些代工厂 这个股票的话呢 那就是我所谈的哦 那你在这个地方 你要懂得卖股票哦 在目前大阪 谈到这个地方来 那在这个位置上 我再强调一次 目前啊 这个 你手上如果是 强势的股票的话 你先续报无妨 但是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这两天已经开始在转弱 比如说一天动辄 就跌个3%5% 这样再跌的话呢 那这种股票 恐怕在这个地方 你已经要开始啊 想办法要去找卖一点的哦 那不论是赚也好 甚至小赔也好 如果不对劲的话呢 就要卖股票啊 各位在这个地方 我特别提醒你哦 我说各位 这个作为一个分析师啊 我说分析师 有个实在在一个良心 一个责任哦 不是一年365天 天天叫你买股票 也不是说呢 那个股票 因为你知道 因为多半啊 这个投资人股票套住以后的话呢 都喜欢听这个分析师啊 安慰你说 哎呀 没关系啦 这个 这家公司前景看好啊 这基本面好啊 你被掏住也没关系啦 你就先抱一抱啦 这个对不对 甚至这个下去呢 这个逢低加码 逢低谈品 这个到之后 下一次多头来的时候的话呢 哇你就一起获利 我相信很多的人 在这种 在这种时候跟你讲这种话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各位哦 我我我可不会跟这个 我可不会用这种 这种这种 这种 弥汤哦 来来这个 来这个 怎么讲 就是说好像这个 让投资人觉得好像这个 好像无所谓 各位 我一直在讲 股市这种地方啊 当股市是个多头市场的时候 你股票短线被套 你续抱无妨 那尤其如果你的股票 又是它的真的是 基本面强的话呢 在多头市场里面 你被短线被套 你抱一抱无妨 那因为这个 随着行情的上去 你那个基本面好的股票 它一定解套 让你赚钱 可是我特别强调 目前目前目前 台股也好 全球股市也好 还在空头走势里面 各位哦 你不要短线上谈到这1000点 我什么都忘记了 这个 明天我再把这个月线图 我再搬出来给你看 各位这个 我再讲一次 各位今天 就从今年 今年4月份开始 我一直拿着那个月线 有没有月K线 来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这个地方 走的是一个 目前还在走一个空头市场 所以我 尤其你看 不要说4月 就是从6月份 6月初到7月初 光这段跌幅 就一个月多 就击杀了2000多点下去 很多人 从这个 尤其到了这个 7月11号12号 哇 那个股票 那天一天大跌300多点 对吧 所以各位 在股市你千万不要 才反弹了 反弹了两个礼拜 前面的痛都忘记 你如果你在讲 在股市里面 小心死的万年船 你千万不要 因为短线的涨 过去都痛都忘记 那你一旦 这个 这个警惕性没有的时候 的话 那就再次被套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我再跟你讲一次 如果你的股票在这个地方 短线已经在转弱的话 你不管是有赚也好 有赔 甚至赔也好 能先出一下 把现金抽出来 这才是王道 听到没有 不是 就是一天到晚 就在那边想说 这个股票 这个先报一报 没关系 什么什么等将来等解套 我跟各位讲解套 各位你要知道 这个 我一直跟很多投资人讲说 如果你民国 如果说你民国76年77年 已经进股市 也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有经历过民国79年 台股第一次最大的空头市场 你就从12682 跌到2485 我一直在讲这个 在股市里面 你想从一个股票的赢家的话 你最好有经历过空头市场 你才知道这个股票的可怕在什么 风险在什么地方 各位你说那个时候 在民国76年 77年 78年 台股最强的一类股 是什么股票你知道吗 不是电子股 各位 电子股是从民国80年 80几年以后 这个台股的这个主流 才跑到电子股 那时候在民国70几年的前一次 那个多头市场里面 真正最夯的股票 是金融股跟所谓的资产股 你知道吗 如果说民国76年以后 你就开始进股市的话 你就懂得我在讲什么东西 那各位你知道当时国泰 已经不是炒到2000多块吗 很多那个金融股 都炒到1000多块 对不对 那各位那你想想看 当时国泰金呢 那时候那个 那时候真的叫做股王 那时候股王不是什么电子股 那股王是金融股 那你看那个时候 这个国泰金炒到2000多块 好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说 你就报的国泰金不放的话 你报到今天 你解套了吗 你听得懂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各位来来来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下跌波里面 不论你的股票 目前看起来基本面 是不是强 反正只要不对的时候 先砍一砍再说了 听得懂吗 股票贵 股票这种东西 绝对不是拿来做定存的 股票拿来 绝对不是拿来做定存的 股票 股票 有获利 当行情不对的时候 能出就要赶快出一下 真正现金对于你来讲 才是真正的王道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 千万不要这个现金都换成股票 套在那个地方 我再讲一次 国泰金当时在民国70年代 那时候 那叫做股王 到今天呢 剩多少 所以你不要 你不要听很多那种 撕死而非的言论 什么股票套出 对不对 你先抱一抱五房 等下去以后 你再逢地谈平 等到下一波上来 你就赚到哪有这种事情 有多少股票在贴壁纸 你知道吗 所以我现在提醒你 目前来讲在这个阶段 论你的股票还够强势 譬如说还基本上 还守在这个五日线 十日线之上的 那你先叙留五房 但是如果说这个基本上 已经连续两天 有出现到这个 已经跌了差不多5% 10%甚至十几%以上的话 那已经代表说 那是个弱势股的话 你要懂得股票先卖一卖 不论是有赚也好 有赔也好 先卖了再说 如果说你真的搞不懂 你手上的股票 该不该卖的话 各位那我更欢迎你 赶快过来你问我一国请吧 因为这几天 就有很多的投资人 在群组上在问我说 对反正一些奇奇怪怪 真的很多 各位真的最近很多人 问我一些很奇奇怪怪的股票 哇这个对 我都想着奇怪 为什么他们 会去买那些股票呢 到底是看了什么东西 看基本面 那都是烂透的股票 技术面筹码面 也实在不怎么样 怎么都去买那些股票很奇怪 而且都已经套得蛮深的了 所以各位 如果你手上有些股票 已经被套住了 或是你自己也不知道 到底该怎么办的话 我还是奉劝你 请你赶快在群组上 你把你的股票告诉我 因为我都会发展 我都会花时间很认真的 帮每个投资人去看看 你的股票到底怎么样 几几天很多人在群组上 在问我股票 我多一一的解答 而且我都把我们的股票 那个大幅线 透过我们大幅线的股票系统 到底目前那只股票 大幅线在什么地方 到底买讯卖讯在什么地方 我都会直接传给你看 让你真正知道说 到底你的股票 目前的位阶在什么地方 好吧 所以如果你有股票的问题的话 我请你赶快 第一个要么你就打电话进来 把你目前手上的股票 今天我这样讲 我今天就开放一次持股诊断好了 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 把你手上目前的股票 你到底也不知道 到底该买该买 该不该续报的话 你就赶快告诉我们的服务人员 我们服务人员 帮你登机起来 我以及透过我的大幅线 我就帮你一点一点去看 或者是你在群组上 留你的股票也可以 如果说你有LINE的话 请你赶快扫描 如果你到现在都还没有 加入我群组的话 请你赶快扫描 LINE QR Code 加入LINE的群组 或是你加入Telegram 也是一样 那在这个后台的 一对一私讯里面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股票 这个列出来 这个 但是我特别强调 因为很多人都在问股票 所以我希望你 你把你就一次差不多 不要超过三支好不好 因为很多人 一给我一看 哇十支十几支各位 拜托好不好 因为我也要休息 我的操盘是 的这些特别助理 人家晚上也要睡觉 不能无限制的去看 对所以说 你把你手上比较重点的股票 或者说比如说 你那个押的资金比较重的 在你的这个资金 比较重的股票的话 你把这个 你可以在群组上问我 或是你直接打电话 进来问我 那这个OK没有问题 而且但是 你的股票请你把这个股票 的代号要写上去 懂这意思吗 好 那所以这个 如果说你现在股票 已经有点看起来怪怪的话 或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话 赶快来问我吧 我会帮你 这个仔细的去看 好吧 那另外就是这个 这个其实这今天有几个重点新闻 就是刚刚讲说 除了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货币攻击 确实 你不要看说 美国的肺的在升息 美国的好像这个 这个在缩表 对不对 其实台湾本身 虽然说台湾的央行 这个升息的速度很慢 可是实际上 我们的那个实际上 那个货币的那个储备的地方 其实也是很明显在下降 所以你要特别要注意这个情况 那另外就是感觉 目前来讲这个金元代工 因为这个成熟制成这一块 因为未来确实会出现到 比较供负欲求的情况 所以如果你手上 是类似于像联电 世界先行 或者像利基电这一种的话 可能你也得小心一点 好吧 那另外就是说这个 在另外就是这个 其实这一阵子以来 这个当然在市场上 从7月14号 台积电不是开那个法说会吗 在法作会里面台积电就讲过了 他说这个成熟制成这一块 确实面临到这个库存 这个爆量的这种情况 而且这个 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都有 都有这个情况 那台积电讲完之后 果然最近陆陆续续 很多这些IC设计的公司 自己也开始 这个开始曝光了 你看像今天报纸上就有讲 像这个汉讯 做这所谓的显卡 有没有 这一部分呢 它的库存就差不多2到3个月 而且公司自己讲 到今年第四季之前 看不到什么曙光了 那再加上这个什么 徽达 超微 带头砍架 所以显卡的这个市场 目前确实也是这个 就是等于说 拼着这个血肉模糊 那个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 来讲 确实都是比较这个 比较那个一点 那盛群也是 其实盛群一般来讲 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微处理这一块 其实盛群算是 国内比较 已经算是龙头级的厂商了 那可是 连盛群都讲出 目前公司的库存 差不多在4个月 那通路上的库存 已经甚至高达5个月 哇 那恐怖 你知道这个东西 你知道去花多久 才去花的掉吗 所以这个 所以盛群认为说 甚至到了明年上半年呢 才有望啊 慢慢的恢复去正常 所以这个像这个 微处理器啊 这些东西啊 都在这个 不管是毛利啊 这个营收啊 这个都在滑落 确实因为 库存太多的话 那厂商将来就是一定是 想办法砍价去促销嘛 所以这个对于 未来它的营收跟获利 确实都是有蛮大的影响啊 所以说 就是确实这个东西 你看到没有 从这个本来这个 前几个月啊 这个外资也好 或是国内的投信法人也好 都在谈说 哎呀这个 很多IC设计公司的库存太高 那到这个7月14号 台一天的法术会 也大白话告诉你说 哦 在这个消费性电子这一块 在成熟之胜这一块 哦 确实很多的公司啊 这个库存太高 到现在呢 也确实都爆出来给你看 所以我意思说 如果你的手上啊 也是像这一类的公司 或者说你手上的那些股票呢 如果他们的公司呢 也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呢 大概目前的股 那个股价都是算蛮弱势的 那你就要 那你就要回到这个地方来 想办法哦 我再讲给各位 股票这种东西啊 不是套出不管它哦 很多的人 为什么做股票赔大钱 就是啊各位 当你股价短线被套的时候 你必须去正视它 各位啊 你眼前的问题你不处理哦 鸵鸟心态啊 你现在不处理 你将来还是要处理 听得懂吗 我在讲给各位 做股票这件事情哦 确实不要股票被套出以后哦 你就把它丢在一边当做忘记了啊 你现在不处理的问题 倒是问题会更大 所以 与其你将来去处理 处理不了的问题 你不如现在真的问题小的时候啊 先把它处理掉 听得懂吗 哦 这是个重点所在好吧 那这是我所谈就是目前来讲 弱势股的话呢 不论你有赚有赔 想办法能够出一出 对你的风险控制是绝对有帮助的 不过当然话讲回来了 目前 虽然说这个盘今天跌破了五日线 但是目前盘面上 有没有强势股 有啊 但是问题是 我所谓的强势股 不是那些小妖股 不是一天的成交量 什么几百张 什么一千多张 两千张 你看像今天OTC 那些涨天的股票 我那成交量天啊 都是那种几百张几百张的 我说真的那股票你会去买吗 你买了以后你卖得掉吗 所以我说各位 这个我再讲一次 每一天所谓的涨停板的股票 就是我一直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 你买股票 不是今天盘面上 什么股票涨停板 你有你觉得很高兴 因为很多都投股老师 天天晚上就知道 我说那股票涨停板 涨停板 就你仔细去看 哇第一个 这股票搞什么 做什么东西的 你也搞不清楚 那个成交量少少的 或者说 所以我说这种股票 绝对不是你一个正常的投资人 你该去碰的 对不对 那我所谓说 目前在这个阶段上 所谓的强势股一定是第一个 基本面好 这个每一天 成交量有 都是起码都是一万张 两万张以上 你可进可出 你好进好出的 对不对 记住面上 它的股价还能够维持在 五日线十日线之上的 我所谓的这一群股票 我们叫做好股票 各位你要搞清楚 听得懂吗 我在讲的时候 我从来不带会员做投机股 不做那种妖股 所以如果说 这个你是一个真正 你很看重你自己资金的人 我相信如果说你很看重 你自己的资金的话 你也不会想去买一些 这个什么奇奇怪怪的股票 对不对 那你一定也是会想说买 就是买那些基本面好的 然后我在讲 我选股的SOP就是 我一定先去找那些 未来基本面好的公司 然后再回归到技术面上 什么地方是波段的起涨 我带着会员跳进去 什么地方波段要结束 带着会员跳出 就获利了结掉 就跳出来 所以这样子做股票 因为我给会员的股票 都是这些真正来讲 都是体质 基本面好的公司 所以我叫会员买 会员也敢买 各位如果说每一天 我叫你买一些 第一个你没听过的 第二个那些低价 或是奇奇怪怪 那种没有量的那种股票 我真的扣给你 你敢买吗 我说你听得懂吗 除非你是一个很投 你喜欢做投机 那另当别论 只要你是一个真正 这个规规矩矩的投资人 我想你需要的股票 也是那种对不对 真的好体质公司的股票 好吧 那目前来讲的话 你看各位 其实说真的 像中沙 说真的中沙今天的盘中的高点 又创这一波的新高 这已经五天强势整理 都没有再跌下去 那各位那我问你们 那这种股票对不对 是不是真的才是目前盘面上 所谓的强势股 各位我说过 微微信我的股票 我跟你讲 我的股票 不会每天都涨停板 但是你把波段拉出来 它都是当时那一波里面 可以说是涨幅最多的股票之一 那到今天很多的电子股 已经都跌得稀里哗啦的时候 今天中沙盘中 还在创这一波的新高 那各位 那你说这种股票 是不是好股票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说 如果你的手上也是像中沙 你有中沙这种股票的话 你暂时先虚报无妨 但是我也提醒你 还是一句话 再强的股票 再强的股票 当啊 终究终究 当大盘开始再回的时候的话 再强的股票 它一样会回 所以记不记得 当时中沙 本来到了那个 在这个六月初的时候 还创历 还创历史新高 但是因为六月份 毕竟一个大盘 连续跌了一个 种出了一个多月 所以再好的股票 它最后它总是 会被带下去 那所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一样 如果这个地方大盘 真的大盘这一波反弹 结束的时候的话 那这种股票 你一样要懂在 在什么地方 要获得了结一趟 就像当时有没有 在六月初 带着会员 把中沙 在160多块 获得了结一趟 意思是一样的了 懂得意思吧 那这个甚至 像这个资源衍生 资源来讲的话 这波反弹以后 目前相对来讲的话 它也算是一个 比较强势整理 但是一样像这种股票 到底这个 它会反弹到哪里去 我都办会 已经做好先过好规划了 到底反弹到什么地方 这个该全部获得了结一趟 像这个 或者像汉磊 就都是一样 像这种股票都是一样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我就讲就是在这个地方 目前这个阶段上 这个 什么股票还可以续报 但什么股票 你最好出一下 如果说你真的 自己搞不懂的话 我再讲一次 欢迎你过来赶快 你把你的股票拿来 你问问我 我会 我会花很多的时间 帮每个人 去把这个股票 做仔细的检查 是这样子 另外各位 不要忘记 因为今天这个大盘本身 虽然说这个 还走在十字线之上 可是今天台积电的股价 基本上已经这个 算是比较 已经是来到十字线这个附近了 而且今天台积电的股价 也跌破了五日线 所以这个明天以后 这个台积电的股价 也变得很关键 如果台积电的股价 十字线绿色这一条 守不住的话 再往下跌的话 那恐怕大盘在这个地方 恐怕这个十字线 也大概就岌岌可危 所以目前来讲 大盘本身也好 或是这个所谓的 这些比较这个 这个关键的全值股 尤其是台积电 各位说真的 因为这一波台股的 这一波的反弹 基本上是被台积电 带上来的 所以台积电未来的走势 也变得相当的关键 好吧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我再讲一次 目前到了这个 反弹到1000点之后 到目前这个 这个关键阶段上 什么股票还可以续报 什么股票该卖掉 我需要你过来 赶快问韦国庆 如果说这个 那 这个简单说了 跟上我的话 我这个你一切 自己就轻轻松松吗 好再讲一次各位 那你有什么股票要问我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直接我们的服务人员 把你的股票告诉他们 我会来看 另外就是或者说 你在这个群组上 留你的股票 我会帮你去做 这个仔细的检视 用这个维国圈的经验 以及我的这个 大幅线系统 有没有 透过大幅线有没有 那什么地方 有破断卖讯 那我自然会跟你讲 什么地方是破断买讯 透过这个方式的话 有没有 你做股票真的做得轻轻松松吗 所以我也讲各位 为什么你要跟上我 因为啊 透过我的这个大幅线系统 什么股票 随便破断的卖出讯号 看到了赶快卖掉 对不对 你后面自然就轻轻松松 好吧 所以你有任何股票 欢迎你赶快来问我 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的股票 已经不对劲的话 你还不出的话 不要下一次 又被套得很深 你就很痛苦了 好吧 赶快跟上维国庆 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你问我 好吧 祝大家多做顺利 今天到此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京阳 明漂